蔣安 陳時中 黃珊珊同台討論 禁令牌棒 台上陳時中率先伸手和蔣安握手 黃珊珊隨後握住兩人的手 三人沒過多的互動 但不論是網路媒體民調 或是電視台民調 蔣安都有四成左右的支持度 大幅領先黃珊珊和陳時中 這高人技研能從掃街時一覽無遺 蔣安一到夜市就像偶像出巡 不只民眾搶著要合照 攀商店家也都很熱情 蔣安握手合照來者不拒 但談到選戰 陳時中抱著抗中保台當神主牌 瘋狂抹紅對手 蔣安正面迎戰 侮辱本地人是從防疫前線落跑 侮辱台灣的智慧 是只會念抗中保台咒語 絕對不是咒語 這是台灣人的心聲 分功互體 刀槍不住 無清滅揚的義和團 拜託他做聯事好不好 先前萬華民眾也不想被當成疫情破口 陳時中勸把後炮說 會痛咬咸說 瘋狂關長聽到後炸鍋狂罵 我不是會痛而已 我是快要死了 結果講了之後 被你們民進黨 什麼要會痛要講 要突然要講 差點被你們打死 陳時中甚至還否認有完負面選舉 卻無視於愛他的周育寇 到處潑髒水 負面選舉的起頭人都是陳時中先生 不要把改信的智慧當成垃圾 周育寇短暫省影後 又預告要浮出 柯文哲聽到的反應超級嘲諷 反應歡迎我們反應你 欣喜若狂 說以後可以讓民進黨在全團人 跳跳舞趴不要懷疑真的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食後味道 用名嘴跟網軍治國 一定會遭到報應 因為最後他不受控 當執政黨靠網軍側翼治國 民眾就等著看 是不是有吃不完的苦果 記者林欣賢 許國豪 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至少